北京时间1月10日迎来了新中国第一个警察节 中国女牌主帅郎平通过短视频的形式 为家乡的公安民警送上祝福 从郎平的祝福话语中可以听出来 郎平的家乡是天津武清 一直以来很多中国女牌的球迷都以为郎平是北京人 主要是因为郎平从小就在北京上学和打球 说郎平是北京人也没有错 毕竟他已经拥有北京的户口和房产 不过按照祖籍和出生地来说 郎平是彻彻底底的天津武清人 天津武清区是一个美丽的小型卫星城 经济发展快速 地理位置非常优越 被誉为家在北京和天津之间的一颗明珠 2019年女牌亚聚杯就是在武清区新体育中心举办 也见证了天津女牌夺得亚聚杯冠军的精彩时刻 在现场看到了李莹莹 姚迪 王源源 龚祥宇 刘晓彤等一众国手球员 郎平的出生地就在武清区的郎庄子 这个村庄的村民几乎都姓郎 郎平带领的中国女牌不仅为国家挣了光 也让郎庄子的村民非常的有面子 郎平虽然很小就离开天津武清 不过她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家乡 也曾多次有过回乡探亲的经历 当前中国女牌正在北京进行集训 因疫情原因 中国女牌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和挑战 郎平和教练团队从去年的封闭集训 就一直想办法让中国女牌保持好竞技状态 相信郎平在任期最后一年一定会站好最后一班岗 无论东京奥运会能不能如期举办 她都会把一个团结的强大的中国女牌留给下一任教练 这是她的责任和使命